被中国降维打击后 欧洲收割第三世界阴谋失败 现在玩不起了 只剩无能狂怒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被中国降维打击后 欧洲收割第三世界阴谋失败 现在玩不起了 近日 欧洲议会 欧洲人民党 党团主席曼弗雷德 韦伯接受媒体采访时网称 很明显 欧洲对燃油车的禁令是一个严重的产业政策错误 中国从欧盟目前的气候政策中受益太多 他抨击欧盟气候政策绿色协议 不应成为一份所谓的中国协议 他还提到了中国电动汽车对欧洲的冲击 去年中国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中国电动汽车厂商今年更是卷出海外 不断对海外市场发起冲击 而欧盟担忧一些欧洲车企遭到冲击 之前欧洲议会还对中国电动汽车企业进行审查 试图征收关税 欧洲老牌车企在中国都卖了一百多年汽车了 而当中国车企刚准备涌向欧洲时 他们却赶紧关上大门 顺风自由市场 逆风贸易保护 这就是他们的真实嘴脸 西方被打破的不止自由市场谎言 还有环保产业政策 关于欧盟气候政策绿色协议 欧盟对发展中国家唱了很多年 但是最近几年他们又改变了口风 之前欧盟和德国打算从2035年起 禁止欧盟境内销售非零碳排放的新燃油车 但现在这个禁令可能面临着调整或暂停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欧盟的设想是 欧盟电动汽车产业蓬勃发展 这个燃油车禁令将会带来巨大收益 但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程耀金 也就是中国 不仅是电动汽车产业 欧盟在多个清洁能源方面都已经落了下风 一向标榜环保的欧洲 回先飘砸向了自己 还记得前些年西方大肆宣扬碳税 即针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 倒逼产业类似转型 嘴上说是为了环保 但其实都是生意 就是为了遏制发展中国家工业转型 碳税提高了能源的价格 并扼杀了廉价劳动力国家的优势 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 甚至发达国家 一些正在发展的工业国 包括中国巴西等新型经济体 不得不放慢工业发展步伐 如果想要更多碳交易份额 就只能从一些碳排放比较少的 发达国家的企业购买 发达国家借此压制 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 还能挣钱 以前欧盟在清洁能源方面有技术优势 他们又想跟以前一样 通过技术优势进行新一轮产业垄断 但现在欧盟玩不下去了 也不谈碳中和了 环保少女也消失了 为什么呢 因为遭到来自中国的降维打击 中国这么多年 行业绿色转型效果是巨大 在光伏风电核电等领域占主导地位 近期多项研究显示 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无论是技术还是成本方面都是遥遥领先 欧洲现在是进退两难 以前总标榜自己民主文明环保 现在想要退得脸皮后才行 所以欧盟现在就是一会儿跟美国联合 一会儿跟日韩联合 想要摆脱对华依赖 但另一边 中国仍然是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脱钩不了一点 想跟以前八股联军那样打砸抢 但又打不过 就跟上面提到的欧洲议会官员那样 只能喋喋不休 只剩下无能狂怒 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